好来看美国目前防疫的重大消息 全美在去年第一个封的城市是洛杉矶 那么今天将会宣布6月15号全面解封 另外全美的疫苗促打接种率 现在情况的距离赶7月4号国庆 应该是越来越乐观 现在7天平均的死亡人数 比1月份的高峰下降了9成 不过美国累计死亡数达60万人 占全球总数的15% 今天还是有令人悲痛的默哀哀悼的活动 而全美第一个宣布封城的加州解封之后 打完疫苗的人在美国大多数的场所 都不用再戴口罩了 美国室内的商店娱乐设施都没有人数限制 至于在疫苗研发上面持续有进展 最新的诺瓦瓦克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显示 它的防护力高达9成 对于中度重度疾病是百分之百有效 诺瓦瓦克斯的执行长说 在美国疫苗现在供应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很有可能会捐出 已经跟他们下单的一亿剂诺瓦瓦克斯疫苗 美国新冠疫情又迈向一个里程碑 但是沉痛的里程碑 跨党派国会议员在美国国会大厦台阶上 为近60万因新冠丧命的美国人墨哀 那是一条条无法挽回无可取代的生命 修士顿艺术家用575张在地新冠罹难者的照片 创作出混合媒体壁画来悼念王者 目前全美有14周已经达到拜登 7月4号前70%成人至少打一剂新冠疫苗的目标 但专家也忧心 接种率低 近约三成的南部州 如密西西比 阿拉巴马和路易斯安娜 恐形成新破口 为了力促美国人尽快接种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展开行动月全国之旅 而美国疫苗研发也在传捷报 生计公司Novavax诺瓦瓦克斯宣布 在美国和墨西哥近三万人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显示效率达90.4% 等同辉瑞BNT和莫德纳疫苗 高于只需一剂的加升 对预防中度或重度疾病百分之百有效 尽管数据漂亮 但这支疫苗在美国的市场前景不明 因为另外三支已获核准的新冠疫苗 供应已充足 诺瓦瓦克斯可能要到9月底 才会申请美国FDA食品药物管理局紧急使用授权 但FDA也可能要他再多花几个月 直接申请证实药证 诺瓦瓦克斯可能赶不上美国第一波疫苗接种 不过疫苗专家预估 随着免疫力下降核心变种的出现 美国将会需要加强针 而诺瓦瓦克斯使用的传统次单位蛋白技术 在增强保护力方面做得特别好 去年川普的疫苗神速行动 给了这家三十多年都没有疫苗上市的公司 16亿美元 相当台币440亿购买一亿剂 现在预计今年第三季末 每个月就可生产一亿剂 不过随着各地解封放松防疫措施 有公卫专家警告 今年流感恐怕会特别严重 专家指出 如今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稍稍下降 加上重回疫情前的生活 再次暴露在其他呼吸道病毒下 可能导致流感剂大爆发 专家建议到时打流感疫苗 勤洗手 打喷嚏遮掩口鼻等防疫措施 对流感病毒同样有效 去年三月 美国第一个封城的加州 15号起正式解封 结束所有居家令 商家不再有融客旅限制 或社交距离要求 加州一年1450亿美元的观光旅游业 已经等不及重启 旧金山鱼人码头 开始出现一辆辆观光巴士 餐厅服饰店也动起来 全面迎接后疫情时代 请新闻众讨论报道 谢谢大家